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說菜價的問題 現在很多問題說 這就是因為北農太愛休假 沒中就要連休三天 導致全臺灣菜價 瓜糊崩盤 但是對消費者來講說 沒有啊 我早去菜市場買菜 可能有比較小 你說用菜 會在菜 韓吉祥 本來可能三八五十 今天可能四八五十 還是說本來可能一斤再多少 現在一斤比比較小一層 可是呢 在所謂的批發的價格 確實在北農連休三天前的 那個價格 跟連休三天之後的 那個價格差很多啦 上禮拜 臺北農產公司 就是臺北果菜市場 不管一或二呢 都休息三天 三天之後呢 這個蔬果 特別是蔬菜 葉菜類 安娘威 第一個 到貨量有夠多 第二個 價格 落到會怕死人 大家說你一定會休 你休閒就一定要休三天 當這個批評還沒結束的時候 昨天台北果菜市場又再休三天了 掌休 今天你休 明天再休 大家很擔心說 那禮拜四開市之後 會不會價格又再度還是一樣要刮個號啦 崩盤 或者是說這個價格又再度的所謂的大跌 那接下來農民的心血又會不會付之一致 但是呢 大家想問說 第一個 為什麼北農這麼愛休 又或者是說 是不是早就決定要休了 如果是的話 而且大家都知道 那為什麼北農休三天 全臺灣的蔬果就要崩盤 那臺灣這個產銷的這個通路制度 也太脆弱了吧 今天好好來從這個所謂的北農 連續兩次休息三天 休市三天 導致臺灣的蔬果價格大跌 這件事情 來去檢討問題 到底出在哪裡 誰該負責 以及未來該怎麼解決 先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來歡迎是 對於臺灣的農業的產銷制度 非常熟悉的 前臺北農產公司的員工 焦君 焦先生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 全港安分飲起來 雲林是全臺灣蔬菜最大的供應地 雲林縣赤同鄉農會總幹事 張鈺軒 張廣事長 大家好 再來歡迎大家 那這個菜價 蔬果 糧食 這個價錢崩起來的時候 他就特別故意用更高的價錢 去跟這些小農去收購 那免得他們血本無歸 每次都在做這種傭事 來歡迎是好人會館的負責人 黃隆敦 黃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隆敦 你全港拿高雷菜到那八 我怎麼看的 那就是應該是那個酸 你拿酸來要種什麼 現在酸也對 但是這是蔥 那蔥啊 你老騙蔥啊 我現在是中時了 所以高雷菜 每行現在東西輸出現在都很漂亮 所以這個挑戰 挑戰最漂亮的蔥給大家看 臺灣的 蔥啊 蔥啊 好 有材料蔥啊 就是 吃拉麵的 那也放不下 這沒有啊 這也沒辦法 這今天買的 在台北的算比較熟的市場買的 黃老師都買 這個130塊 比平常比較貴一輸 沒有啦 比平常比較熟 但是沒有熟到不像話 這是在通路上買的 這39塊 但是今天 那39塊那40塊就比較含了 這是另外一個原因 好介紹 以前說菜要放一半的時候 政府比較緊張 每次都去找這個大通路商 金賣 大通路商為了保證全國最低價 所以經常 他再把保證稅打發票 賣一十塊 現在沒賣 沒賣 沒賣 賣到剛才放一半 今年沒賣 他這樣賣 賣三十九塊 我去另外一間 另外一間通路商 要賣五十九塊 所以臺北跟通路商 現在的價錢 其實有穩住 所以我第一個想跟聽眾朋友 或者是這個農民講 要有信心 大家這個時候趕快努力 可以避掉這個兩天以後的那個 其實到消費者手上的價格 稍微跌一點點 但是沒有什麼崩盤 那麼誇張 那麼危言聳聽 不過農民這樣 這樣是感受到 比如說現在菜起來 也如果沒有拍賣完 信聰 我這個跟大家解釋一下 崩盤有好幾個階段 一個是價錢往下走 價錢往下走的時候 就跌勢很強 可是不一定崩盤 再過來就是果菜市場會出現 有一部分的菜賣不掉 有一部分的菜只要拍賣不掉 一點點 造成隔天 就會價錢更嚴重的這個下跌 那如果呢 連續出現有這個菜 在拍賣市場裡面 有一欄兩欄十欄 拍賣不掉 這個時候跌跌不休 接下來的價錢 就會反映到 OK 零售市場 意思就是說 現在如果沒有處理後 以後 問題沒那麼恐怖 所以現在在崩盤 是代表跟零售市場 價錢都很少 價錢拿到零售價 比如說一十塊十五塊 農民一般的成本以上 都一定血本無歸 那時候就要大家動員 要採取行動 OK 現在問題 現在福加財庫是在白檔 我們來看 這就算我們用 今年催落 我們鼓勵催落的 這個交易量的 這個情形 初六呢 就全臺灣所有拍賣的 這些果菜市場 通通都有營業 所以這個呢 看起來比例是比較正常的 你只看 臺北第一果菜市場 佔了全臺灣 蔬菜啦 這個過季不算 其他糧食都不算 只看蔬菜 全臺灣百分之三十一 的蔬菜呢 都在臺北第一果菜市場賣 然後你再加上 臺北第二果菜市場 百分之十二點八 加起來就超過四成 所有全臺灣的蔬菜 通通交給臺北市來賣 結果二月就超過一個過年 這過年當然應該要超過 你超過三 四 超過五 超過五 超過二二八前的 他跟你超過三天 超過三天 我們待會來看這個計劃 怎麼下落 超過三天也有夠了 二月你就超過三天了 為什麼三月 才剛開始而已 你還要超過三天 這時候呢 所有人說 你北農完全不在意別人的觀點 完全不在意農民的這些死活嗎 那到底北農在做什麼呢 臺北市政府又在做什麼呢 柯P今天回應說 不要在那邊噴口水啦 如果說北農總經理呢 我來選 我來派 我完全執政 我負完全的責任 不過這某種程度 也是在說 這是制度的問題 但是我們想想 為什麼北農呢 在連續的時間呢 要連續修兩次三天 非休不可嗎 那問題出在哪裡 產地直送高麗菜大白菜 和白蘿蔔全部大拍賣 台北農產休市三天 中南部的蔬果採收後 無處可賣 新北國菜公司六號是直銷 產地蔬菜 不少民眾敢來搶便宜 我來買百姓白 要再來買高麗菜 很便宜啊太便宜啊 三個來五十塊 感銷失衡 因為沒辦法飲食 吞湯太多了 沒辦法去消化掉 配合雲林縣農會等產地直送 每個人一買就好幾代 新北市長朱立倫 也到現場立體農民 透過各種直銷的方式 那現在雲林也可以再繼續的提供 我們可以超過兩百公噸以上 由於台北國菜市場 佔全台蔬果交易量的四成 休市三天導致全台蔬果運銷大亂 菜價崩寒 北農表示每年年中固定邀集農政單位 和農業團體等四大巨頭 採核意志來擬定下年度的休市日 但這一次北農出現十二天內 連續兩次休市三天的情況 前北農總經理韓國瑜認為 若依照經驗法則 不應該出現這樣的人為屬失 農委會五號 認定台北市市場處應該負責 但是市場柯文哲反擊 決議休市日的時候 各方都在場 不應該互踢皮球 至於朱立倫曾經說願意協助 蔬果運銷 柯文哲表示蔬菜囤積的問題出在調度 既然朱立倫要幫忙 台北市當然沒有說不的道理 記者 北家寶 作客報導 佳俊您在北農做過了 不過一個先大家最大的疑問說 為什麼北農非得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連續兩次休三天 而且才春節剛剛休完 如果我們來看看呢 之前其實這次也是公開資訊 前年去年跟今年北農到底怎麼休 我們來看看二月的時候 過年當然一定休了 可是呢元宵這是民國一百零五年休了三天 一年就只休這一次 一年就是那個在春節過後 確實在民國一百零五年 他也休三天 在元宵的時候 這是在前年的時候 去年民國一百零六年 我們來看看 他也很少一百零六年 我看一下 好像沒有連休三天的 去年北農 看起來最多就是兩天 春節不能算 春節本來就休市 今年很奇怪 今年我們來看看 這是臺北農漁處 那個批發市場 休市的 二月的時候呢 這就是 催一 催二 催三 催四 催五 都休息 催到天公審 休三天 這就是國立的二月 二四 二五 二六 休三天 春節休完呢 三 開市三天 馬上再休三天 然後呢 二十六才休完 二十七 二十八 然後三月一號 二號 三號 四號 開市 也就是在上班一個禮拜 又休三天 就長 今天 今天不怎麼知道 為什麼要連續這麼短 然後特別是這個重大資訊 如果所有的情形問題都不解決的話 不好意思 注意喔 中秋節九月 在半年之後九月 北農一樣要再給你休三天 如果問題都不解決 這個時候可能又會出現 先請教教軍兄 才會這麼要休 老師我跟各位觀眾報告 其實這個打北市場的休息是 地方政府的職權 就是說 今年的要怎麼拜那個 是前一年度 台北市場市場協調 農民團體協調 他的牆手四間剋菜市場 是 皮革市場 加上我們說成銷商 大家來協調 協調之前的公布 有一個表訂的 希望的安排方式 那當初公布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提供生 放三天 也沒有元宵放三天 但是在會中有新銷林 就說 這拜六 禮拜的上班 拜一個 禮拜一個禮拜 整個禮拜三天禮拜 這就是 彈性放假就對了 那如果主席說 我們今天不要對人 我們還原事實就是說 北農其實非常有經驗 我在那邊雖然只有 五五六年時間 可是裡面的老員工 都是三四十年的經驗 他們在收到公文的時候 就已經第一個表達 主持人剛剛講的 中秋節不要休三天 第二個 他看到表定上是休一 開一 又休一 當然沒有連休 當然在會上沒有主動表示 可是當這個所謂協調會上的時候 最後 譬如說有人歡迎說 能夠這樣 整個就三天放下去的時候 照道理應該徵詢大家意見 大家其實 農民團體跟批發市場代表都是反對的 那問題是 最後還是做出這個決議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不是果菜市場自己要休三天 是他的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 市場處 產發局的市場處 在每年的年中協調 產消消三方 做所謂的隔年度的市場修飾的會議上 你可以說他叫共識決 那我只能說批發市場的同仁 就我以前的同事們都有在會前 會中都有表達 不宜休三天的立場 但這個建議不被採納 但是主持人覺得 沒關係 就是這樣 所以主持人覺得沒關係 是因為很菜 不懂 還是故意要討論 因為我沒有在會場上 但是我認同剛剛主持人跟我們說 過去確實沒有這個慣例 其實今年最最大 讓大家很訝異 就是說 提供市有什麼要批三天 為什麼 因為 初五 初六 開市到初九 這中間 時間很短嘛 你剛剛修完 不管五天六天 就歷年來這樣子 你批一天其實大家都會接受 但是你批 一加一加一 你即使說 剛才拜五 拜六 你上一天 上一天 上一天 因為禮拜一是固定市場修飾日 這個大家也可以我再釐清一下 這個這個價表 是在去年中就決定了 去年中呢 是臺北市政府的所謂的市場修 邀集了這像是北農 然後北處 然後這些然後再加上四大農民團體 然後再加其他的這些產銷 產銷商 水果成銷蔬菜成銷 總統大家都來開花 阿公做一個冠軍 我們今年總共三天 三天 我側面得知消息 提出這個想法 當然是承銷商嘛 承銷商當然覺得過年過一炒賣 幾乎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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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幾乎幾乎 應該意思就是說 因為外面刺賣啦 你不要每天賣 每天賣 東西壞銷 這是他們承銷商站在他們的角度看這個事情 當然 農委會這幾天也發布一些新聞 就是說蔬菜的屬性不一樣 所以主持的官員決定 採納 承銷商的意見 而不採納 這些通路 或者是農民的意見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講啦 以前的慣例沒有這樣子 為什麼不就依慣例就好 OK 我來講 就是也實際負責 我們歡迎第四位來賓 是新北市的 新北果菜公司的總經理 江慧珍 委員你好啦 其實以前都邀請你是因為立委的身份 你現在到那個果菜市場 這樣效的很奇怪 其實我們原先也覺得很奇怪 其實這兩天我們整個應變下來 從上個禮拜五 我們公司就 我們就發現真的不對勁 因為其實今年初六 進來的時候 其實菜量那麼大 那一天因為我們知道 蒸5日後蒸6 其實所有的市場都是差不多空空 所以蒸6雖然也是爆量 可是呢 因為所有的市場都有需求 所以那天的價錢還很漂亮 一直到初七 初八 其實就有一點不對勁了 那你再接著 蒸到本來停工生 就會效果 但是要不要修那麼多天 這是一個問題 已經量那麼大 其實你到 可是一般民眾家裡面 你現在去問 很多民眾的家裡 裡面 冰箱裡面 或是整個裡面 菜還沒吃完 所以真的很難消失 那個是事實啦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你現在這些菜 他沒在等著啊 天氣又這麼多好啊 生日更快 發日更快啊 人在休 菜不在休啊 他還是拚命的漲啊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基本上我個人是覺得 修室多少天 如果已經決定了 其實我們本來 我們公司試圖在今天跟明天 是要開市的 但是我們從上禮拜五 開始問去 發現 糟糕 好 很多社長都休息 社長休息 如果農民 撐去 掃菜 還可以喔 可是問題是 費運也 全都倒閉了 整個貨運都停停了 其實我們這兩天 掉的貨是 拚命去拜託人家 只要你費運 要把我們送 只要菜要儲 有人要送 我們公司就收 我們就給他一個保價 我們就收 我們就賣 你們今年有三天的貨嗎 我們也是照顧 但是今天 這次你如果是三天 我們照顧也是照顧 但是我們今天 變成是 完工加班 百多月的完工加班 來盜賣菜 我們今天是來 拚燒 我剛才說過 我們點 上禮拜 我們就拚死 賣菜 我們本來是想 今天明天開市 我們不休息 可是你不休息 沒有用啊 煩惱 像剛才說的 煩惱 成銷人他不進場啊 他跟我說我們就休息了 我們就要來進香 我們就要來拜拜 現在大家都在 十五月 還在拜拜嗎 沒有 大家都回到 廟宇 譬如說去北港 去新港 回去中華南遼宮 四季去拜拜 這個的確是啦 但是就是說 照顧啦 你這兩天 你如果要休息 也不是不行 但是還是有一些機制 你可以走啊 像我們這一次 我們就試著說 沒關係 我們就保證跟社長 或是直接跟三堤說 沒關係 你只要有車的人起來 我們多少價錢 我們就給你買 所以這兩天 你們心肥也是交易 沒有 我今天 我今天拚四名 賣了 我今天就不會 要幾百公元的菜 那平農是怎麼問 都收起來 閒雜人 等不得進出 這個其實剛剛 委員已經有說嘛 就是說 產銷銷當中 這個產地的貨要運到臺北 要有運輸業者 對 那這個東西 其實半年前排訂後 其實大家都 都安排好洗 都安排好洗 忽略以後三天 還要叫我 你開市 其實 冷清 東西 沒交易 沒活路 價值也是不騙 這應該是算 最大受害者啦 英粉林算是全臺灣 蔬菜最大的供應地 對啊 就是純粹因為北農休三天 導致價格大跌 其實也不是單純是休息 我相信在過年前 這個天氣很涼冷嘛 有很多的 像我們伺候是硬材 我們都溫室的硬材 我們都會計畫種植 譬如說 我們一九是七天前 先種 再來隔了七天再種 隔了七天再種 那可是呢 因為過年前太冷 所以在輸到這些菜 生了比較慢 後面再種 因為到過年 都出一頭 出很大 所以 本來我們冬天 二十一天 夏天是十四天 結果 頭前也差不多要收了 剛才過年又好天 十四天要收 整個過年後 全部都直接會 我覺得這個氣候 也是這邊 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因素 是 當然 照顧 我也覺得說 在我們農會裡面 其實照顧是可以調整的 因為 有人說 勞基法什麼 其實 之前 我們勞基法 規定 禮拜六 不能上班 可是我們也是在配合 北農 北農只要他們有上班的時間 都會裡面有做文宵的 都要加班 才讓他們保養 這個其實都是可以很 很機制性的 來調整 你們的所有的 看來是要收 要賣 要送 都完全配合北農 都配合北農 你們不可以交薪白 不可以 有啦 塞梨漆也有了 我們剛才看到 塞梨漆 水果比較多 菜比較少 比例啦 其實製作菜是不少 一天可以 三百幾檔 我總之 我今年過年 還有七百檔 一天 進會就七百檔 我這兩天 一直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如果你說 台北市 這個果菜市場都修飾 我現在 過年前的菜 都出來了 我一定要修 你不能說叫菜 賣大 我修 我敢不可以說 臨時 本來要交台北市 我拿來新北市交 多少不可以買 有一些 這可能老師 他就知道 因為你今天經營 你都交北 第一 是台北果菜市場的時候 你跟拍賣員 已經建立了 一個很好的關係 甚至有農會 我們農會 做了整個運銷 要做比較大的農會 他們在儀式裡面 都有做那個櫃子 他們自己還有派完工 都當儀式 因為儀式 還是畢竟是 我們農會界 或是公家農民 有很多忠實的客戶 是 所以他習慣了 他就不會隨便去轉變 也不可能臨時想換 地方就換 他不可能 因為他不熟悉嘛 所以他這樣打不介紹 他可以長 比較可以掌握啦 如果換北市場的時候 不是他熟悉的 整個拍賣的方式 他可能對那邊比較不熟悉 所以在市場有一些農民 好啦 或是農會這邊 他就不願意說 要轉去拔 來打不上去 不過那兩個問題 還是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 為什麼北農 這麼堅持 一定要連續休三天 然後呢 在這麼密集的時間 二月一次 三月一次 到那個中秋 又來那麼一次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可能大家要思考 休假是人權 恭喜才說 各行各月休假 都是人權 為什麼北農 一休假 全台灣的蔬菜 水果也出問題 然後問題 比較不那麼大 蔬菜 就會整個架跌 甚至叫架崩 我們來看看 到底這一次 臺灣的蔬果價格 有什麼樣的變化 週一開工日 並將果菜市場卻修飾 貪位冷冷清清 台北農產 運銷公司 即春節修飾五天後 二月二十四號 到二十六號 三月五號到七號 全都修飾 短短二十天 就修飾了十一天 導致中南部蔬果採收後 無處可賣 菜價崩盤 日前新北果菜公司 才宣布直銷產地蔬菜 希望能疏解菜農困境 透過照片可見 整個拍賣市場裡 裝箱代價而故的蔬菜 堆積如山 這是北農在二月二十七號 重新開市的景象 對此農委會宣布 啟動調節措施 目標開市的果菜量 維持在兩千五百噸到兩千七百噸 平均將一菜價鎖定每公斤十八到二十元之間 此外本週四開始後 還會要求拍賣現場工作人員 全部停止輪修 北農董事長陳景俊回應 中秋節原預定也會修飾三天 將找廠商討論 起碼減少一天 產地菜價崩跌許多菜農 放棋收成 雲縣府五號就緊急宣布要以促銷 預冷根除補助方案 引印其中短期夜菜類根除一公頃 柯林補貼七萬五千元 縣長李靖勇直言 這次的經驗太慘痛 希望以後北農修飾必須與產地聯繫 不能再犯同樣的錯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二月到三月 臺灣的蔬果以及北農修飾 到底有什麼樣直接的關聯 我們來看看 先看水果 過季才會燉的 過季你放一禮拜 你如果有兵放兩禮拜也不錯 所以他整個產價呢 沒有那麼大的變化 我們來看看春節 二月十五沒蒸營 一直燒一直燒 然後這春節休五天 你看看這個所謂的這個供應量 原本呢是四百三十四公噸 然後呢 過了一個年之後到二月二十一呢 就暴增到八百三十八公噸 幾乎成長快一倍 價值四十六塊落到三十五塊 這算落很多啦 當然過年後之後 這個價格一定會跌 因為需求量不多嘛 再來供給 因為那麼久了 供給又會變大 價格會跌 可是我們看整體水果呢 沒有那麼那麼大的變化 可是你看到蔬菜 就是怕死人了 我們來看蔬菜的部分 一樣呢 春節前呢 這個價格呢 是在三十一塊 供應量呢是一百一十 一千一百零二噸 到呢 過完年之後二月二十一號呢 價格從三十一塊掉到二十三塊 這價值就會怕死人了 供應量呢 從一千多變到兩千多 供應量也是成長大概一倍 二十三塊 二十三塊 然後呢 你看到很有趣喔 每一次連休三天前 他的價格呢 就會往上飆 休完呢 再往下跌 我先請教那個蔬委員 這可不是惡意風台 我就知道說你要休三天 我進行就介紹給你拿到高 那倒不會 因為 陳如剛剛這個張總幹事講的 基本量 基本上今年其實整個菜 種一佈到後一佈的休息 這也是一個量大 一個很大的原因 只是說如果我們在 吵到休息一天 吵十十一 不要休息 還是說減休息一天 那個量啊 起碼可以稍微做一個調節 因為大量拚出來 我剛剛講過 你所有的多少錢都補到百 是 家家夫婦的冰箱也都滿滿滿 其實他本來就有什麼 他停滯很難喬 會叮噹 可是植物的生長 他不等嘛 但現在問題是說 你不管如何 譬如說農委會這兩天 他有講說 他要啟動什麼冷藏 育冷這些 這些其實都要在這之前 就要啟動 而不是這兩天已經爆量暴跌了 然後才說我要趕快來啟動 其實他手上的農委會手上的 有這麼多的單位可以啟動去 調節 那北農呢 他手上的通路更是八八霸 譬如說有很多他的通路商 都可以八八霸 可是現在大家才說 要去調節 其實都已經萬兩天了 他如果是在擠到三條 他就開始啟動 今天所講農委會也好 北農所講的這些機制 只要兩天去啟動 今天這些問題都不會有了 黃老師你怎麼看 這次會有所謂的中間炒作的問題 還是純粹就是所謂的官員 或者是有權利者怠慢 甚至就是出神經這個問題 你聽說朋友知道 我回去幫忙崩盤的蔬菜 其實我今年過年前 因為花蓮大多年 所以整個主義都在花蓮救災 其實我們年初開始 把家具送去花蓮的過程當中 蘇菸一到國菜市場去買菜的時候 就是剛才總經理講的 初六的時候菜的量非常非常大 就跟我講說不對勁 我相信第一市場的人也知道 那天的量其實太大 那沒有做好積極的處理 像我們大家做什麼事情 我們是志願者 我們還不像他們講說要加班不加班 我們是志願者 事情發生我們就採取行動 那可是這個事情 第一個是休假是最嚴重的事情 這樣子休五天 這休三天 再休三天 怎麼樣的狀況都沒有辦法面對農民 你踩到那個現場 所以這個情況 第一個是蔬師 不管你是故意蔬師 或者是你是無心的蔬師 都叫做蔬師 要懲處 我自己經常出自己的力量 他還說要去調貨車 我是自己有貨車 我們自己買貨車 到農民家裡買來賣 那是拚又拚 而且我們賣菜常常有個做法 不喜歡把價錢帶動崩盤 我們還要把價錢賣得更好 以便把價格往上拉 這樣子合起來 叫做一個好人運動 所以這一次第一個 我自己作為一個既是旁觀者 也是參與者 但是我不是賣菜的人 我覺得這個市場 市場處要負責任 市場處 市場處 台北市政府的市場處要負責任 第二個 這個果菜公司裡面的人 其實已經在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來不及應變 他有原因的 因為他前面有很多節奏 都要一起調整 來不及應變 來不及應變的時候 又沒有發生 他是年初六 就知道可以應變的事情 結果這個時候發生 這個時候發生 又沒有應變 那不懲處 怎麼可以讓他這個交代呢 民主國家本來就是一個責任政治 所以要負責任 我比較搞不懂是說 你那個過完年之後 二二八之前 那一次大家已經哀鴻遍野 大家已經哀到不能再哀了 所以你就算神經再大條 反應再慢 你也早就反應過來 為什麼昨天又要堅持休三天 這個事情 我其實還在講一下 再講一下前因 我自己因為長期在幫忙賣崩盤的蔬菜 去年因為颱風的關係 受災的面積很嚴重 所以本來大家預期會崩盤的時間 其實是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 就要崩盤 但是因為天氣冷 所以這個時候去往後延 所以兩位講的 三位講的都正確 他其實是本來就是因為氣候異常 臺灣面臨極端氣候 產量會因為颱風之後一起中 一次產期集中 那每次我在這個節目上 或者任何在報紙上 好的運動在動的時候 都告訴農委會 民間可以動 為什麼政府不趕快動 社會要想辦法動 來因應所謂的氣候異常 造成的暴產 現在是暴產 又碰到你連續休假 這不就人禍加上本來的氣候異常 極端氣候擠在一起嗎 我們怎麼可以不警覺呢 這就是臺灣的現象 夏天有颱風 冬天葉菜類本來就是盛產期 那這個我自己賣崩盤蔬菜 都賣九年了耶 剛才那個焦兄講的 國菜市場的人 其實都是老資格 老經驗 你要去尊重這些老經驗 他們講的話 有道理的 慣例也是有原因 不是純粹從休假的角度去看 是 那我教兄 我就要請教你 等一下要請教總幹事 你怎麼想像 第一個 吳英寧當總經理 當然他在去年中的時候 是剛到 頂多一兩個禮拜而已 所以他可能不太搞得清楚狀況 就算他搞得清楚狀況 他的位置也還沒坐穩 柯P呢 其實上來也不久 說實在這個他也搞不懂 到現在他應該也搞不懂 可是北農那些重要的幹部 都幹了幾十年 你只看著這批評說 哪有的 這會死人的 這個事情 感動這樣哭 這個聲音不是沒有 可是為什麼 還是做這樣的決策 我們再來看看 在去年的七月六號 到底是怎麼做決策呢 去年七月六號 臺北市政府的市場處 大家都走過來開 用多數共識決決定 今年到底要怎麼修 修市日期在什麼時候 誰來參加呢 臺北農產公司 臺北漁產公司 臺北續產公司 四大農民團體 還有臺北市政府市場處 等等十七個單位 然後決定春節休五天 然後二月二十四號到二十六號 休三天 聽說誰嘛 三月五號到三月七號 就是這三天 休三天 九月二十四到九月二十六 中秋節休三天 這個連續休三天的決策 在去年中就已經做了決定 那後來呢 北農的業務部經理 他說四大農民團體 跟北農都反對 其他呢 不是贊成就是沒有意見 最後共識決說好 就這樣修 那臺北市市場處的科長 他怎麼說呢 說產地的代表呢 對連休三天確實有意見 可是其他公會還是贊成 最後大家都同意 會後也沒有單位回函抗議 第一個 確實有人表達反對意見 第二個 中間應該有很多資深的這些幹部 有決策者 可是怎麼會做出這個荒謬的決定 其實這邊很多人我都認識 就是說 既然會議都已經 假設大家表示反對 可是主持人 不管他用什麼方式 他要動用表決 或公識決什麼 他已經定了 講說會後沒有回函抗議 這個 這個我就不曉得 他這個回答是要表達什麼 因為這個 這個大家就很清楚嘛 你等於現在知道事情出包啊 你現在想撇清成 我不知道他的這個回答的心態 但是你去年七月開會 如果會後或是人家有意見 你可以再開個臨時會說 我們怎麼會 我說當場都已經講不疑不疑 那你主管機關如果 我跟你講因為北農的員工都是非常的 服從性高 因為他們 對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就是 長官說的算 對 所以我已經說不可以 可是你決議說要 他當然不會再提意義說不要 這個 你現在要回頭說 你可以反悔說不要 你對市場處也熟 所以市場處是外行領導內行 我覺得會章應該是有某一些團體 他們是很強勢 就是願望 願望 願望 可能目的是 計較 沒有啊他們他們 不過我覺得這個事情是這樣 不管是什麼原因 那一天的會議這樣 決論 那個做結論的人就要負責 因為那個頒表排出來的時候 是連續的二十天當中的這個休假 是這麼密集 所以這個不行的 不可以 就是要有人負責任 我作為一個公民 我覺得我們臺灣如果說 我們對這個政府的事情都這樣 不在乎或者說他們責任推來推去 我們就好像這個事情就這樣過去 不行 你怎麼面對我們這一群人 經常每年在幫忙臺灣解決這些崩盤的蔬材 是 總幹事我們剛剛一直談說彰化雲林 是臺灣很重要的蔬果產地 可是呢 最重要的決策權是在北農 要開市不開市 北農開出來的價格 也影響全臺灣的價格 是 關鍵就是在這個決策 是 做了錯誤的決策 可是我覺得 在這次的休假裡面 我還是一樣也認為是臺北市政府這邊 市場處的問題比較大 因為就像我們今天在農會 我們上級主管機關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如果做了這個決策 他有後面有一些譬如說 總幹事的考核什麼 他用一些東西 你不會去違抗 你你只會遵從 類似如果今天臺北農產公司 他是市政府已經做了這樣的一個決議 我想 總幹事總經理他又剛好上任不久 他對整個市場的脈絡 整個這個制度上 他也不是很熟悉的時候 他不會去做這樣的一個對抗 那就因為這樣的方 那當然員工 我覺得我們都很清楚 譬如說總農會裡面也好 然後果菜市場那邊的員工 其實都是很服從的啦 是他們是不會去針對這個東西 不過我倒是覺得應該可以採機制 就是說如果北農在已經確定要休假了 他是不是也可以用輪修的 就是你對於小葉菜類 其實他是不會蓋放的 那你就不會蓋放的東西 你就自己自己用一個措施嘛 你用輪流上廠嘛 這是我自己想的啦 我不知道 如果像我們 我們就會採這種機動機制 你修不用全修嘛 對 你可以採運費 你可以繼續買嘛 對不對 不過他怕說 那個是輪動 因為去年七月就已經排了 去年七月擺下來 他也怕說 到現在來 其實很多人都擺下來 總統經理我請教 你們新北市跟臺北市全力結構 應該也差不多 你們會做這個決策嗎 如果做這個決策 這個沒有辦法推翻嗎 我跟您講一下 我就舉兩個例子 大家都也許就可以看得懂了 剛剛黃大哥講說 11月 那時候其實就要崩盤了嘛 後來就要崩盤了 我在十月二十三號 即將要崩盤之前 我就採取行動 我採取什麼行動 我就邀請了 我們三櫃子跟我們房屋櫃子 將近兩百幾個十個人 去我們市場裡面 包水嬌 就是希望說高麗菜 跟大家說 萬不利怎麼辦 大家其實高麗菜 大家買一些沒關係 可以包水嬌 可以做泡菜 可以做什麼 結果我在十月二三那天 我們這個活動 大概是在十天前訂的 因為在九月份的時候 農糧署請我們去開會 告訴我們說 柯林店十月中以後 跟十一月的時候 高麗菜的情況不妙 那我們就在想 我們應該有什麼因應的措施 我也是剛才重量 沒多久的總經理 我會覺得說不行 這個東西 一定要採取一些行動 所以那時候 結果 天氣突然間有變化 高麗菜不然沒落下 電腦給它開關 我們公所也了解 不要說 但是我們認了 我們認了 我們認為這個應該要做的 這個是一個跟民間的教育 因為直接的消費者 他應該知道 他如果萬一發生這種什麼事 他可以做什麼作為來幫忙 是 不是只靠那些歡樂 靠那些通路 靠那些什麼人 不是 其實我們 大家都可以做一些 做法出來 其實這次我們禮拜五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 我說 我說 10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那個狀況真的會有問題 其實我們 我們也把他家裡去請教 他也知道 問題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也拜託說 沒關係 你們如果是真的 今天民間在要開市 我們萬一全部配合 不然我們身體做到 確定他們給我們答案 說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評估什麼 不太嚴重啦 價值不放得這麼厲害啦 那量差不多了 出到差不多了 買了啦 沒問題沒問題 我們也有 其實他也有做一些作為 不是真的沒有啦 結果我們 之後我們想說 我們拿一包想說 那我不能夠放著我 兩百多個員工不作為啊 所以呢 在這個禮拜六 一大早 大概不到八點多的時候 我們一路上 就把現場的所有的同仁 因為剛才有上班嘛 把所有現場的 不管是督導也好 這個管理員 誰也好 通通都找來 在當時 連我們的顧問都來 他們都講說 啊 總委 因為其實我在那一天的前一天 晚上就禮拜五的深夜 十一點多快十二點 大概差兩分鐘 三分鐘是十二點的時候 我LINE 我LINE給我的經理 跟兩位現場的督導 我跟他們說 我聽到北農反應說 我們要檢討中秋 休息三天的事情 不對不對 我說你現在要檢討的是 你現在我們是要把三個 找五、六、七、七的事情 你怎麼現在檢討中秋的事情 最重要是中秋節說不定 因為當時經過經驗來說 中秋應該也是 採在比較少的時間 是 不然經常休息是對的 不然休三天是正確的 是 所以天氣怎麼 你怎麼知道我怎麼知道 所以我剛剛講的 休息幾天 其實它 它是一個問題 但是它不應該是 所以不可救藥的問題 你們古代市長 怎麼有這麼官僚 就是說 那如果架怎麼擺 不管是鴻胎地盪 天窯地變 不可以鴻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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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鴻胎出事 壓力很大 不可以開箱嗎 所以我們這次 這次最好我們的決定 包括我跟我們黨署長報告 我跟我們黨署長報告 我跟我們黨署長報告 我也跟憲長的董寧報告說 沒關係 沒有台北紀念 他決定不可以開箱 我們開箱 因為經過一晚 因為那天早上六點的時候 六點的時候 我們膠有很多很多龍花 都在休息 電話都沒吃 我們發現不對勁 惠文行也跟我們表示說 他們就要休息了 所以後來我們臨時決定 我真的不騙我 我們臨時決定 我們拿兩百萬出來 保鑑 跟願意下田裡面去採的 願意有菜車起來 OK 我們就來處理 郭政介紹多少 以前我堅決定 我們議長 蔣根王蔣議長 議長 拜託的 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些議員盤 把我們倒銷一下 這樣 這一百 這一萬顆 這幾千顆 這幾千顆 所以我們預計本來 但是 我已經真的說 我 打電話到第七位議員 就是說 議長跟我確認這個要 我去跟他們 砍縫的時候 跟第七位議員 我不會叫第八位 怎麼說你知道嗎 我調沒有菜車 是 調沒有菜車 有菜沒有菜車 就是這樣子 不 我想說 不一定說 休三天就是錯的 一定要看當時的情形 怎麼樣 可是你不能說這個架 去年中定了 就打死不能改 沒有這種事情 然後所有 譬如說我們電視台 你只要發生像花蓮地震 我管你在哪裡休假 我像我在台東休假 也是平時摸著 要去花蓮資源 沒有那種不能改的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誰該負責問題出在哪裡 北農的經理說 去年五月就有書面意見了 在開會前就給意見了 反對連休三天 七月六號那個會議 也跟四大農民團體都反對 可是只有五個單位反對 沒有用 臺北市市場處說 確實是市政府主持會議 可是主持人只能根據 各方意見來去整合 不會表示贊成或反對 你就騙一下我們 大家都開家庭 臺北市長柯文哲說 一年前就決定要修飾 農委會就算你沒有派人列席 你至少會議紀錄都看過 你有意見要早一點講 農委會怎麼講呢 說本來跟北市府會商修飾 三天再改成兩天 可是臺北市說時間太緊湊 技術問題很多來不及調整 農委會只能尊重 我們來看看每次遇到問題 政府是不是又在互提皮球 怒氣沖沖的農民一邊採收高麗菜 一邊抱怨政府不顧農民死活 二月底台北果菜市場連續修飾 結果開市後交易量暴增 造成菜價大跌 農民苦不堪言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十二天內連兩次修飾三天 導致菜價崩盤 農委會五號要求台北市政府應付全責 不過台北市長柯文哲不以為然 火力全開反擊農委會 強調此次是人為疏失 大家都應該負責 之前就有連休三天的事 可是菜價並沒有那種掉二十Percent的以上的事情 所以表示今年一定有 有什麼因素加起來 這個是這樣出事就檢討就好 但那互相推責 我覺得是不需要這樣 眼看農委會跟北市府互批 國民黨重化抨擊 仍貨比天災更可怕 北市府跟北農主管單位明顯失能失職 負責蔬果調控的農委會也難辭起咎 政府應該要補償農民巨大損失 農委會副主委曾經重責回應 批發市場經營管理是地方政府主管權責 但修飾對農民收益造成影響 農委會不會迴避問題 等到問題解決 願意把制度面法規面的問題開會完整說明 不過交信兄你對食物還是比較熟了 去年七月定了今年的這個價表 打死就不能跟動了嗎 我還是綜合講一下就是說 確實這是一個行政命令 因為他是依據農產品市場交易法 跟批發市場管理辦法 賦予地方政府這個權責 那當然不是沒有彈性 其實二月二十七號發生那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如江委員講的 其實大概凌晨四五點 大家就發現 那個爆量了 那爆量其實我要再強調一下 他其實是 就是剛剛總幹事長非常清楚 就是葉菜類的那個生產 其實在第一時間 就白天他們拍賣到中午結束 其實就已經透過一些機制 跟臺北市這種反應說 是不是就 呃 就是不要再修三天命了 這個一定會出事情的啦 但是就如剛剛這個字幕卡上說寫的 就沒有市府就就堅持說這個排惡啊 對 而且我覺得像一個輿論就是說 變成是北農要放假三天 其實北農是依據市場處的行政命令放假 不是北農自己要放三天 我的意思說 就算北農說OK好 我不理臺北市政府了 我要自己開市了 還是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產消消 因為批發市場是一個交易平台 他除了要有農民的菜上來 沒有人進場買 菜一樣是擺到爛掉 所以這不是單純的說 好像民眾現性理解說OK 我市場面打開 有人來買這樣 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這些歡樂搞不好 搞不好還故意抵制你 那這個理由台北市政府也會思考 說好了就算我臨時決定北農要開市 也沒有人來買 沒有人來賣啊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像剛剛總幹事講 那確實是一個可以彈性思考的 北農當然可以來 就是可以回去做檢討就是說 比如針對某一些爆量的菜 是不是單獨的那個處理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確實是解決問題啦 如果批發市場的修飾定了 要再重新開市是有一些難度的情況下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供給面的 這個供給量想辦法壓低嘛 然後同一手讓需求面的管道去擴大 讓供需回到一個合理的情況下 下格就回穩 那我還是要再次強調說 這一次的爆量受影響的是特殊品項 就是葉菜類它短期生長快 其實剛剛這個 哪些這些其實影響 台灣都不是很大 而且有些菜本來就不會剩 本來就已經不太可能均價很高 而且我還要再次強調說 這個從過年前兩千七百多公噸 然後到除夕當然一定萎縮 到連休三天 然後這個三千噸的菜 能夠把它賣完 其實那個真的是一個非常不容易 雖然很多菜最後的殘值是很低的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把它一次痛把它處理掉了 才不會後面一直連續崩盤 所以真的連續休假 連續收一整天真的其實不見得是問題的核心 而是說那個供需失調這個問題 其實是如何去找到一個更好的技術 當然批發市場要在這地方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說 因為他是批發嘛 他就是大量快速的集中快速的分散出去 是 他唯有撐起這樣的角色 他才能夠層層的把這個生鮮農產品 在最短時間 然後最快速的方式運送到這個買家手上 讓他的商品價值維持他該有的水平 而不是說透過層層的轉賣 結果商品價值反而降低 是 因為這個整個蔬果或者是稻米糧食 不是那麼純粹的市場供需 如果是的話 政府就不會去掌握所謂的果菜市場的 真正絕大部分的權力 換句話說 供權力以及公益性一定是在這裡面 最最最重要的 供需有一點失衡的時候 政府的角色就要出來 不能說我要效果嘛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總幹事 也總不能說每一次 因為其實每個禮拜 那個果菜市場都要休息一天 總不能因為人家修 菜就起起伏伏 一定有一個預防的機制 你菜都不會放的嗎 不可以用一個預冷設施嗎 其實預冷設備 是我們已經歡迎很久了 我們常常在講說 夜菜類其實你如果用預冷 譬如說你本來是保存三天 你預冷下去 其實你可以延長保存壽命七到十天 我覺得預冷設施 是應該要在夜菜類的鄉鎮 可能農糧署這邊 農委會農糧署 應該是不是可以提供補助 讓地方的農會 我們願意來做這樣 扮演這樣的角色 你們次童現在沒有這個預冷設施嗎 沒有沒有預冷機 水果比較多 因為水果比較多 一般夜菜類比較沒有在做 我這邊之後 我也覺得說 我們真的應該要來採購 因為我算過 整個氣洞 我們的空心菜 佔了全台灣百分之十的供應量 我只要一台 預冷機 我就有夠了 那一台多少 差不多五百幾八百萬 有人常常 有人旁邊就跟我說 你如果農會買 可能要八百萬 你如果一般人去買 可能五百萬就好 所以我把它 就是算起來大概五六百萬嘛 五六百萬我覺得 你覺得是不是政府現在 面臨到這次的 這樣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現場你現在看後天 可能就要更嚴重了 當然我們管經部 昨天早上我們去開會 已經開始啟動機制 從今天開始 其實昨天我們雲林縣調查 不管是農會合作設廠 你只要有預冷設施 全部都中用 所以第一個方面 就是不結球窩具最嚴重 因為不結球窩具 現在剛才大出 再來就是說 他最不會放進去 所以現在目前我們在處理的 都是不結球窩具 所以預冷設施 我覺得政府應該加緊腳步 因為我有聽過副主委 農委會副主委 陳吉仲副主委 他有在說 要找某些點開始下去試 我已經有聽他清楚說 林志同也只要那個硬財 也只要一臺 預冷車就可以 一台五六百萬而已 我覺得一定要買 因為這種東西 我們政府政府五六百萬不出 這就看政府 總會請教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突破關鍵嗎 在產地 有更多的運輪 我認為是 至於誰要投資 我認為有錢的 或者有賺錢的 都應該提早要把這些做好 像我這一次 做這樣一個保駕的東西 我也跟我們的農業局 也跟我們的新北市政府 朱市長報告說 我沒有多少 我今天可以拿多少錢出來保駕 先買一些 可是事實上 如果我的冷藏設備更多 更大更多一點 然後我可以採買的價格更高一點 甚至於我可以提早有一些貨運車 可以幫我做一些事情 其實我還可以做的事情其實還很多 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絕對不能夠說 就是這麼僵化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在座每個人都知道 我們每一天都有上傳 我們的水果 我們的蔬菜的量 其實農委會 我們哪一個市場 哪一個農會的狀況怎麼樣 哪一個產消班的狀況怎麼樣 他都知道 他都手 所謂的大數據 他通通在他那邊 是 他要做不做 我真的你有多少權力 或是你想多少資源 你就要有多少責任 特別是再次強調 全臺灣的蔬菜批發 臺北的這個農產 就佔了四成以上 也就是說 你只要稍微打噴嚏 全臺灣就要重感冒了 你的責任是無比的重大 剛剛你們新北板橋再加三重 也不過是九趴而已 但九趴也是很多 也要負起九趴的責任 我再請教一下黃老師 總不能人家休假 我們就崩盤吧 怎麼辦 未來 第一個 信聰一直試圖把他講出來的 一件重大事情 就是我們臺灣 他也依賴單一的農產運銷系統 這是真的是一個大關鍵 那上次的那個香蕉之亂 其實大家印象還很深刻 香蕉崩盤後來整個這個事情解決 有一個人是關鍵因素 其實不是我 這次不是我的功勞 賴清德 賴清德跳出來 真的協調政府部門說 要採購一千兩百公噸 我還懷疑他的錢沒有真的花掉 可是這個政府部門動起來了 將總經理的國菜市場 跟第一大市場比起來 柯P太小看 那個叫做天下第一勢 包括市場改建 他都沒有把市場改建 應該把國家未來的前途描述進去 這是柯P的責任不講了 那現在這個情況已經不是台北市這個市場能夠解決 他必須要有些方式來解決那個夜菜 那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也是一樣 鐵路局要不要動起來 其他單位要不要動起來 把這個緊急的狀況把它處理一下 然後冷靜地想 這已經九年十年都面對一樣的氣候異常出現這種情況 是 預冷設備這種設備 怎麼可以不投資呢 是 難道要再來一次兩次 政府的官員就應該懲處了 要懲處名單 就跟我上次講的一樣 香蕉的事件也好 柳丁的事件 過去那麼多東西 都沒有看到懲處名單 不可以這樣 那我就很奇怪 與其大家現在在那邊口水噴來噴去 然後農委會罵北市 北市說不是我的責任 你幹嘛就不是那個刺銅五六百萬花下去 有一台預冷 放在那幾個十年 怎麼解決 有一個制度性的問題出來嗎 我用這張圖 做一個解答 這是日本福岡批發市場 兩年前用海埔犧牲地蓋好了 它裡面是全溫層的冷鏈批發交易 所以剛剛各位講到從生產端要做冷藏 我覺得非常好 但是大家沒有注意到運輸端 已經進批發市場後 所以剛剛這個話是非常好 就是說批發市場 今年科幣已經要啟動改建 改建後如果它是一個舊思維新硬體 但是新硬體又沒有連結到生產端 其實這個改建 據說五到七年後 可能搞不好又是文治管 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能還是沒有辦法符合效應 就是說 預冷當然總之這邊有那個新 可是就是說它要思考的是後續的配套 是你預冷完 你用一般的菜車運上來 到了批發市場很熱 菜也是更冷氣 所以預冷為什麼目前沒有辦法普及 是因為預冷多數是用在直銷通路 或者是外銷市場的高單價 那因為我們的批發市場的硬體 是四十年前的傳統 它沒有冷鏈概念 所以你沒辦法在前端冷鏈 後段不冷鏈 你的產品價值反而是更快速的浩解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或許有回答主持人剛剛就是說 我們如何去制度性解決 其實是這個交易平臺的機制 除了大家要有一個更open mind的方式 去連結產銷商當 更要是那個硬體的架構 一定要跟上時代的腳步 是是是總幹事 除了預冷之外 你的建議對政府 我覺得是不是我們的農民 會做一些改變 就是說我們先來找通路 再來再來做種植啊 計畫性的生產 我感覺是一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已經開始做計畫性生產 不過比較老一輩的可能 他到目前為止 他還在用我先進去 我不知道要賣什麼 就是等去文宵公司 去年假設好 我今年就很早 像我們的蒜頭 現在開始要收成了 那前兩年價格都很好 不種的都種了 今年又豐收 我現在已經在煩惱了 是 清明姐前後十天就是 我們其中的收成寫 這個都是一樣的 一個 我們再來關注海南小學校長 帶女生開房事件 警方表示兩名犯罪行為人 沒有和這六名女生發生 到底怎麼說他 那是你看你幫我 就是說 沒有這個直殺的傾向 我要揭露這些現象 如果我遇到什麼不測 被失蹤了 被關精神病院了 那一定是一次事件 相關的人事所為 請嘗試找我 進化校園環境 出發萬像港 陳曉辰 我認為他們已經違法了 我認為我的安全出到威脅 剛才已經打了報警電話 打了好長時間了 但是警察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來 你要不出事事件 我們都可以調查你 你去還嗎 查問 我不知道是怎麼有問題 我也不知道是誰啊 是不是啊 你知道我不是去了嗎 你不調查你 我去的時候我沒關鍵啊 我已經告訴你 我沒有全力簽收你的文件 是吧 那你今天去啊 院長幹啥啊 也沒全力來 我沒有想去啊 你報警幹嘛 好吧 請你出去 奇蹟男孩 好 用壯觀的實驗 培養科學敏銳度 哪些物質越燒 變得越重 什麼形狀的坡 讓球跑得最快 到瑞典的冰旅館 看結冰原理 不需要用火 就可以把雞蛋煮熟 週三週四晚上六點 科學玩很大 就在公共電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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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